关防线 您下男子应两万元 将岳父一家七口灭门 其中还有自己未出事的孩子 这就是1014宁夏灭门惨案 事情还要从2013年10月15日说起 在宁夏彭阳县红河乡文沟村居住的小李 准备将自己新摘的水果 拿去给邻居兰油布一家尝尝 因为平时两家关系处得不错 所以当他准备敲门的时候 发现兰油布家的大门并没有上锁 而是虚掩着 他便推开门打算直接进去找人 可当打开门 眼前的景象就让他吓得腿软 院子里躺着两个人 浑身血淋淋的 小李轻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听到叫声 小李的丈夫连忙出来询问情况 小李还惊魂未定 看到丈夫就一个劲地重复 死人了 死人了 听到妻子的这话 丈夫连忙安抚 最后探头看了一眼兰油布家 果然死人了 他连忙打电话报警 等警方赶来后 才发现 兰油布一家已经没有活口了 除了院子里的两具尸体 还有屋内也横七竖八地 躺着五具尸体 除了大人 还有两个幼童 一个三岁 一个一岁半 更让人觉得残忍的是 死去的大人里面 还有一个孕妇 看孕度大小 已经怀孕七个月左右 再有两个多月就该生了 此时却浑身嗜血地躺在地上 也就是说 这是八条人命 大人几乎都是直中要害 被一刀割喉 两个幼童的头部 被一刀劈成了两半 场面非常的血腥 因为案件太过惨烈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并将现场封锁 通过对周围邻居的走访调查 初步判定 凶手应该是 蓝油布的女婿 马永东 因为根据村民的回忆 马永东在前一天 也就是10月14日 来过蓝甲 且之前还有过争吵 马永东还曾放话 要灭了蓝油布全家 于是警方迅速前往马永东的住处 果然 马永东并不在家 只有父亲马贵州和母亲在家 民警询问马贵州 他儿子的去向 马贵州也不清楚 儿子去哪了 因为自从昨天下午 儿子撂下一句 过去看看之后 就骑上摩托车离开了 因为马贵州身体不太好 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多问儿子去干什么 直到晚上 他还不见儿子回来 便打电话询问 结果发现 儿子的手机就放在床上 没有随身携带 他就联系不上儿子了 而当天马永东走的时候 穿着一件棕色的夹克衫 蓝色的长裤 骑了一辆蓝色的电车 左手的手腕处 还有一个忍字的纹身 寸头 身高不高 不到1米7 1米68左右 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 警方便发布了10万元的悬赏令 来抓捕马永东 同时在水坝 玉米地等这些容易藏身的地方 展开了重点排查 但是并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之后还是一名群众 发现了马永东的踪迹 他逃到了吴中市 最终在利通区一箭才成被逮捕 被捕后 他对自己杀害岳父全家的事情 供认不讳 但始终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为在他看来 他完全是被逼的 宁夏退伍军人 因为妻子偷偷将钱送给娘家 以怒之下将岳父全家灭门 包括他自己未出事的孩子 马永东被捕后 显得很平静 1989年出生的他 因为身体素质不错 所以在18岁那年参军入伍 在参军之前 又有了恋人蓝秀红 两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 参军前 马永东还向蓝秀红承诺 等他退役 就回来娶他 此时两人还很甜蜜 扶了两年兵役之后 马永东退役了 他的确按照承诺 回家来迎娶蓝秀红过门 那时候蓝秀红还在西安读大学 不过为了和马永东结婚 他便退学了 新婚雁儿 小夫妻很是甜蜜 两人在家待了一个月之后 马永东在王瓦镇 找了一份煤矿工人的工作 因为煤矿离家比较远 蓝秀红也不想和丈夫分开 所以便跟着马永东 来到了王瓦镇 为了能给妻子 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 所以马永东在镇上的 一条小胡同里 买了一间不算太大的平房 平时夫妻俩就住在这里 没过多久蓝秀红就怀孕了 本来蓝秀红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有时候偶尔在镇上打个零工 怀孕之后 他便很少再去打零工了 马永东也没有说什么 毕竟妻子现在怀孕了 他也不想妻子太累 后来孩子出生了 是个男孩 马永东干活更卖力了 蓝秀红就在家照顾孩子 但是马永东在门窑的工资 一个月就三千元 为了在镇上买房 他不得不贷款 所以除去还贷 剩下的工资两个人过得紧巴巴的 没孩子的时候还好 有了孩子 日子更紧张了 俗话说 贫贱夫妻百事衰 马永东和蓝秀红最初的恩爱甜蜜 已经不复存在 每天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偏偏蓝秀红的父亲 经常会去矿上看望女儿 每次去都要吃好的喝好的不说 还会从马永东那里 讨要几百块钱的生活费 去逛街买东西 这让马永东的压力更大了 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什么 反观马永东家里 他还有个在上大学的弟弟 是个开支大头 所以父亲便想着能省就省 他也知道儿子不容易 小两口新房里的家电 他都小心翼翼的用塑料纸包着 舍不得用 都还是崭新的 马永东想要给父亲一点补贴家用 那么补贴一下弟弟的学费 但是马贵州每次都让他自己留着用 家里还要养孩子 不容易 但是马永东自己有个不好的爱好 喝酒打麻将 而且打麻将还会玩钱 马永东觉得岳父岳母一家 来矿上的次数太过频繁 他有点吃不消 所以他就和妻子商量可以节省一点 家里还有孩子要养 但是蓝秀红并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 两人经常为此争吵 马永东觉得再这样下去 这个家迟早得散 所以他就卖了在镇上买的房子 决定回老家养养某生 房子卖了九万二 买的时候花了九万七 虽然亏了 但是他并没有犹豫 还了贷款 他给了妻子两万 自己又拿了一万出来 买了二十只小羊羔 本来事情还算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万万没想到 回家后 夫妻俩的矛盾迅速升级 男子因妻子 偷偷拿钱补贴娘家 一怒之下 灭了岳父全家七口 包括未出世的孩子 马永东回到老家之后没多久 夫妻俩就又一次因为钱的问题而吵架 因为快要到冬天 所以他想给自己的小羊羔弄个围挡 以免小羊羔被冻死 那就损失大了 因为之前他将两万元给了妻子蓝袖红 所以手上已经没有什么钱了 所以便问妻子要 但是妻子却支支吾吾不愿给 在笔吻之下 他才知道 妻子将里面的五千元拿给了娘家 还有五千元给了婆家 一听妻子又拿钱给娘家 马永东非常的恼火 因为之前马永东在镇上煤矿工作的时候 妻子的弟弟曾经和他一起 在矿上干过一段时间 只不过他是在矿上开了家馒头店 结果后来两人因为一些事情闹了矛盾 妻子的弟弟就退出了店面 但是当时开店的时候 小舅子曾问他借过四千多元 到现在为止 还有两千七百元没有还 所以他一气之下 就让妻子回娘家去把钱要回来 但是妻子并不愿意 圣怒之下 两人扭打在一起 此时蓝秀红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被打之后 蓝秀红就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 让他们来接自己回娘家 回去之后 蓝家人才发现 蓝秀红身上有多处的瘀青和伤口 随后蓝家人打电话 给马永东的父亲马贵州 让他出钱带蓝秀红去看病 得知自己的儿媳妇 竟然被儿子打得如此严重 他连忙道歉 并表示让他们带着蓝秀红回来 他让马永贵带着去医院看病 但是马永东在家找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银行卡 和之前给妻子的一万元 蓝秀红承认自己在走的时候 把那一万元带走了 马永东更加生气了 但是最后 还是问别人借了一些钱 带着妻子去看病 而蓝秀红的父母 则被他威胁关在了家里 直到第二天早晨 才在民警的帮助下出来 有了民警的介入 夫妻俩的关系有所缓和 但是也并没有持续多久 毕竟根源无法解决 到了10月14号那天 两人一岁多的儿子 将装着牛奶的奶瓶给打翻了 马永东说了妻子两句 但是蓝秀红也是丝毫不客气 直接开队 然后又让娘家人来接他回去 蓝家父母来了以后 也对马永东冷嘲热讽 随后还报了警 当着警察的面 蓝秀红提出要跟马永东离婚 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还怀着孩子 马永东当然不同意 因为这属于双方的家庭纠纷 警方只能稍作调解就离开了 之后蓝秀红就回了娘家 而马永东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 和父亲说了一句 我去看看 就提着大砍刀来到了岳父家 将家里的七口人全部砍死 最终 马永东被判处死刑 并于2014年10月16日之间 中文字幕 东南加入其他